就会看到中山高台南麻豆南下路段 今天下午发生了重大车祸 造成两个人死亡 有六个人受伤的惨剧 还一度造成南下吸引麻豆之间暂时封闭 警方说疑似是因为最后方的拖板车 追撞前方车辆才会酿成这起连环车祸 而全案仍有待领清 其中倒数第二辆的大货车 遭到后方的连结车追撞 车头被粗大的铁条插入 车体严重扭曲 车上有两个人被夹在车子当中动弹不得 消防人员权力抢救大约半个小时之后 才把两个人救出来 但是他们都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 送医院急救之后仍然申告不治 国道警察说初步调查 疑似是车子没有保持安全车距 刹车不及才会酿成这起悲剧